我们仍然在讲我们的这个系列 叫做Legit Legit的意思是真实的交易 真相 真理 Legit要真实的自由 这Legit系的各位 录音上面留意 全是关乎耶稣所教导的真理 他的诫命 他的原则 我们得到这样的教导 耶稣亲口说 他会释放我们的自由 当我们知晓这真理并且 他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就会知道 他确实是道路真理生命 他自己会释放我们的自由 使我们得自由去干什么呢 使我们得自由 首先能成为他 呼召我们要成为的人 我们刚刚完成了一个子系列 叫做真实的幸福 是关于巴福 上周彼得牧师带着我们 开启了另一个系列 叫做真实的旨意 上帝对于你我的生命 有着真实的旨意 上周我们被提醒 有两件最坏的事 可能发生在你我的生命中 第一件最坏的事 是我们可能活着 没有任何意义和目的 而第二件甚至更坏的事 是我们活着 觉得自己有一个目的 所追求的 却是一个错误的目的 为着一个错误的理由而活着 那是一个更大的悲剧 比活着没有意义 与目的更加不好 这让我想起了这个非常有成就的人 他是一个外科医生 非常富有 在全世界都非常聪明 但是有一天 他遇见了一次悲剧性的事故 这事故很可怕 他全身都受了伤 但受伤最严重的是他的手 要记得这人是一个外科医生 所以当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思考他的未来 他问自己 我活着还有什么目的吗 但是最终他发现 他还有一个更高更美的旨意 现在我觉得你们很多人知道 这外科医生是谁 在会堂里有谁是Marvel的粉丝 Doctor Strange怪医生 奇异博士 对了 Oh yeah 我只想事实插入一些轻松时刻 否则的话 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就非常的紧张 但各位严肃地讲 如果上帝的子民 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 实际上我们在追求唯独一个目的 如果像你我这样的人 真正的拥抱 根据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来生活 那会怎么样呢 你们知道 了不起的事情会发生 因为上帝使用普通的人 来达成非凡之事 在接下来两个主日 今天和下个主日 首先今天我们要看上帝在整个菲律宾 一直在做什么 在菲律宾全国 使用普通的人来做了不起的 非凡的 超自然的工作 今天真的会是激动人心的一天 各位 当我们看到上帝在我们眼前 切开他在菲律宾全国 一直在做的事情 下个主日 我们看到上帝通过本地的教会 在世界其他地区所做的事情 看到如何使用来自CCF的平凡人 在全球范围内接触和转化 许多人的生命 所以各位请记好你们的安全带 接下来几个主日会非常的精彩 直到我们下一个周年纪念日 那将是本月的第三个 或最后一个主日 我们为什么跟你们分享这一切 原因不是让我们去惊讨 哇好棒 而是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参与到 这运动中来 在这会堂里 不应该有任何旁观者 我们所有的人 当我们拥抱耶稣 作为主和救主 我们要成为这运动的一部分 不要有做本身的人 清楚了吗 哇哦 17个人清楚了 各位清楚了吗 是的 清楚了绝对的很棒 所以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旨意的另一个统一词是什么 使命 对吧 所以上帝对我们的使命 或者目的是什么 这还还记得吗 上帝对于CCF的使命是要荣耀上帝 并且要培养忠于基督的跟随者 他们也会去培养基督跟随者 你们还记得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吗 你是否经常听到这个 你背得出来吗 非常好 但问题是我们是否在活出这使命 这是一个伟大的使命 是耶稣在2000年前赐给我们的这么伟大的使命 需要一个同样伟大的战略 耶稣自己在2000年前赐给我们这战略 这些都不是CCF发明的 这一切的作者是耶稣 所以一切全都是关乎他 所以在2000年前他是这样说的 马太福音28章 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知道世界的末了 着重看第十九节 直到二十节 你们还记得主要的动词是什么吗 OK我们来测试一下 在这几句话中 这诫命中的主要动词是什么 因为多数人说主要动词是去 请举手 OK 你们相信主要的动词是去 你们有多数人相信主要的动词是实洗 我没有像彼得牧师那样神奇的眼睛 但请相信我 他正在环视全场 你们多数人说主要动词是教训 有多数人说主要动词是做门徒 哈利路亚 我们达成了95%的目标 其他词也没有什么错 但主要的动词是培养门徒 做门徒 你们我们去十万名做门徒 换句话说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从我们的家与家人开始我们培养门徒 我们跟家人谈论耶稣跟我们的孩子谈圣经 所以我们在日历中插入这个你的日历中有这个吗 这样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家人在知识和敬畏上帝中成长 我们这样去培养门徒当我们去到办公室和学校 我们努力获得卓越的生育 为了让上帝得荣耀 这样至终我们可以给人施洗 让人归入主的家 至终教导他们怎样在这种关系中成长 整个的思想就是这样 上周你我学习了成为门徒培养者的非常具体的方法 上周我们再次听到耶稣自己的话 他说你们是世上的言 你们是世上的光 耶稣当场使用这两个惊人的意象 你我是世上的言 意思是说我们要活得像耶稣 在世上代表耶稣 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有助于延缓这世界的腐化 我们所过的生活应该在其他人里面创造一种 对于你我所认识的这位耶稣的渴望 你我是世上的光 现在你们有些人也许仍然记得在电影院里面有影作员 对吧 当你们走进黑暗的电影院 他们打开他们的手电筒 他们引导你到你的座位上 让你可以享受观看正片 你我就有点像这个角色 我们是世上的光 我们透过我们的生命来闪耀耶稣之光 这样我们就能引领他们进入他的同在 进入同他的关系 所以给我们的这种使命 这种责任 这会讨你的每个人清楚了吗 言和光 我有另一个问题 在这个世界上履行这种职责是否简单 我们沉默了 这是否简单 答案是简单又不简单 说它简单是因为我们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说它不简单 是因为这不仅是一种难以履行的职责 实际上还是不可能的 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 你我绝不可能成为上帝护照 我们就成为了颜和光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要经文是这个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经文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上的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做的见证 直到地极 今天我们有两个关键词 能力和见证 没有它的能力 我们就无法成为它的见证 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非常简单 我们真正的人生目的 靠着它的能力 做它的见证 我不想去掉第一行 因为没有第一行 我们绝对做不到第二行 我不可能做出主要成效的见证 如果在我们背后 在我们里面没有上帝圣灵的大能的话 所以让我们更详细地来分解这节经文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它就是我们所得着的通过它圣灵得着能力 那就是上帝分赐给你我的能力 并且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安慰 直到我们行走于世 过主想要我们过的生活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去这样做 我们永远也不应该犯这种错误 只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它那无限的奇妙的能力 可以为我们所用 使它得益处 得荣耀 然后有着目的 我们要成为谁 你们要做我的见证 请注意 即使当耶稣说 你们是上盐 是上光 他没有说我们要做什么事 他首先讲 我们首先要成为谁 因为所事比所行更重要 行为只是我们在基督里之所 是的外显 或者外溢 所以我们要成为他的见证 那是他为我们所定的旨意 没有例外 最后是计划 我们要在哪里做见证 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基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上帝所有的子民 都被呼召去到那偏远之地 去传讲和分享福音和带门徒 我们有些人可能会这样 但重要的事情是这个 不管我们现在身处何地 你们现在是不是在某地 当然是一周当中 每天你都在某个地方 你周围都有人 在那个地方我们要成为他的见证人 到现在为止大家清楚了吗 靠着他的力量 成为他的见证 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这些要点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能力这个词是一个奇妙的词 原文是Dunamis 这个词最终成为一些英文单词的词源 英文单词Dunamite炸药 英语单词Dynamo发电机 Dynamic动力动态 你能感觉这个单词里面蕴含着一种力量 但具体来讲 Dunamis的意思是达成某种式的能力 或者完成某个任务 具体来讲 跟圣灵密切相关 这整份圣经中这个词的使用 都是跟圣灵密切相关 是达成耶稣赐给我们的使命之超自然能力 这就是这个词在词语境中的具体的含义 就如我早先所说的 这应该成为你我的安慰 因为这意味着不管我们的背景如何 学历如何 不管我们在过去犯过什么错误 年纪有多大 或者身体上有什么状况 耶稣说你们是 或者你们将会是我的见证 这就是为什么不可以有暖板凳的人 因为耶稣没有说有例外 他说所有这些人 我的一切的子民 我所有的跟随者 都要成为我的见证人 这让我想起了这个故事 美国有这对夫妇 他们被大雪困住了 因为断电了 因着严重的冬季风暴 于是有一个周日的早上 他们挤在一起 正在听晶体管收音机 就像我们有台风的时候 对吧 停电了 你剩下能做的事 只有听晶体管的收音机 来了解外界的最新情况 所以他们会听着晶体管收音机 当他们听到最新的新闻 他们听到某件事令他们惊恶 他们所听到的信息是这个 因为缺少电力 以下的教堂将会关闭 那使得他们思考 这也应该使我们思考 因为CCF要是犯错 去依赖某些人所称为的品牌 或者发展势头 或者关系网 那么我们也可能就这样关门了 这将是一个严重的致命的错误 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 上帝说你们必得着能力 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 以我被呼召成为一个教会 一个有能力的教会 这是为什么圣灵充满的生活 是如此重要 圣灵充满的生活 应该成为耶稣跟随者 每天的正常生活 到现在为止 我们听得还好吗 这让我想起了 其他一些同样使用了这个词的经文 你们知道 当我们依赖圣灵的能力 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 使徒保罗写道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当你我知道 圣灵的大能在我们里面运行 我们就不需要以福音为耻 我知道来自Cityville 一个人最近搭乘吉普尼 在那辆吉普尼里面 你们知道有其他人 有个女人在挤车 她带了很多东西 还有个小婴儿 她还想更换婴儿背后的那块布 那个叫做什么来着 她常常是要换那布 但她换不了 于是我们有位成员说 要我帮忙吗 当然这个女士非常高兴 有人帮忙 于是她就帮忙 吉普尼当中的其他人 也开始帮忙 然后她开始了对话 其他人参与进来 不知不觉 她就在分享福音了 吉普尼当中的其他人 听着这福音 不知不觉 她就要邀请整个吉普尼的乘客 来参加两周以后的周年庆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不以福音为耻 因为并非我们有能力使人来信耶稣 那是圣灵的能力 写下这些亲文的人 使徒保罗写了这个 顺便说一下 在我们读在经文中 坦诚地说 你们有时候是不是害怕分享福音 你们有时候是不是感觉 没有足够的能力 去带哪怕一个人做门徒 你是不是感到胃里有蝴蝶在搅动 以致你口干舌燥 好吧 欢迎你来到这 记录部的部 你们并不缺少同伴 请听使徒保罗 关于他自己说了什么 他在哥林多前说二章中说 弟兄们 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 并没有用高言大志 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 不知道别的 只到耶稣基督病他定时在嫁 现在来听第三节 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 又惧怕 又甚战精 我们是在讲同一个人吗 这是使徒保罗吗 这个伟大的神人 新学中最伟大的福音 传道家和门徒培养者 仅次于耶稣本人 但是看看他说了什么 他没有 让这些事情阻碍他的脚步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他迈开了信心的步伐 那上帝想要他去行的 我说的话讲得到 不是用智慧为往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 教你们的信 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能 有一位女士来到CCF主堂 她已经七十多岁了 她已经七十多岁了 身体上有各种状况 她走路需要主管 她没有什么钱 有时候甚至没有足够的钱 来搭乘公交 但她告诉上帝 我想要被你使用 因为现在她在领导 她自己的小组 她甚至自愿去探访 医院里的病人 这样她就能够 跟他们分享福音 所以我今天 给我们所有人的问题是 上帝能否使用你 上午好各位 上帝能否使用你 是的 他可以 他想要这样做 被上帝使用 也是我们的特权 所以这就是来自圣灵的大能 我们现在来谈人生的目的 你们要做我的什么 见证 现在有几件事情是必须的 就见证而言 首先一个见证人 需要有个人的认识 或者必须已经实际见到 他所见证的 是这样的道理吧 是的 对于见证人的第二个要求 现在听我说 就是他必须说话 他必须分享他所知道的 他不能光是知道 他得分享他所知道的 否则他就会被人轻视 现在有一件事情 对于见证人而言 不是必须的 不是对他的要求 有件事对于见证人 不是必须的 他不需要什么都知道 有关他所见证的事情 他不需要知晓一切 比方说如果他说 在凌晨三点半 在我下班回家的路上 我在一个呼叫中心工作 我看见发生了爆炸 第一点是 磨磨伤哨的入口处 现在他没有道理去问他 这是C3内的爆炸物吗 这是零食制度的爆炸装置吗 这些都是他不知道的 重要的是他说出 他所知道的 在凌晨三点半 我看见发生了爆炸 准确的地点是这个 你们知道 这让我想起了 约翰福音中的这个人 还见那个盲人吗 当他被犹太的宗教领袖审问时 他们在盘问他有关耶稣的事 部分的对话过程是这样的 所以法利赛第二次 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 对他说 你该将荣耀归给神 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 他们想利用这个人来定耶稣的罪 现在他怎么回答的呢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 我不知道 有一件事我知道 各位 他说了什么 从前我是眼瞎的 如今能看了 现在这会堂里的每个人 你们是否曾经在属灵上是瞎眼的 但你们如今能看呢 如果你是这样的请求 哦 这里有这么多见证人 我说的对吧 很多年前 当我刚刚把我的生命交通给耶稣 我对圣经了解无多 了解无多 你们知道 那时候没有全球领导力的中心 赞美上帝 我们今天有了GLC 但那时只有圣经和圣灵 还有我与上帝一起度过的时间 有一次我遇见我的老同学 我高中时代最好的朋友 而他实际上成了我的第一个门徒 很多很多年以后 我只想让你们看看上帝可以怎样使用 像我这样的普通人 很多年后 这个人告诉我的妻子 你知道吗 你的丈夫和我 当我们上高中的时候 他在跟我妻子讲我 他说你的丈夫和我 我们在高中时代是最好的朋友 但现在我遇到你丈夫之前 请注意听 在我遇到你丈夫之前 我曾经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 你们来他在说什么吗 在我遇见你丈夫之前 我曾经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 他浮化了我的生活 那是 你们知道 那正是我对这个家伙所做的 尽管如此 他仍然是我最好的朋友 但你们知道 几十年之后 这人在我的里面 看见了某些东西 当我跟他讲耶稣 讲圣经 他意识到 我曾经是瞎眼的 现在我能看见了 现在 他加入CCF已经二十多年了 也在带小组服饰 各位看看这图像 就在今年四月 纽约时报 报道 布鲁克林的一个邮差 他开始把信件 藏起来 在一年的时间之内 他开始把一些 未投递的信件 藏起来 但他的职责是什么 作为一个邮差 他的职责是什么 送信 对吧 送包裹 有人需要读这些信 有人需要接到这些包裹 但是在大约一年的时间内 他没有履行他的职责 他只是把信件藏起来 当他被抓住的时候 当被问到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说 你就是因为信件太多了 工作太多了 各位 你我有信息需要传递 对吧 有人需要那信息 有人如此迫切地需要他 在过去某一天 有人想那信息传递给你和我 他花了这时间 他有耶稣的爱在他心中 因此因为上帝使用了他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 我们要像那个邮差一样 把信息去隐藏起来 不去传递吗 或者我们要按照我们的人生目的 去生活 并且我们不应当将这当成工作 我们不应将这当成反而重的工作 尽管也许感觉像是这样 但上帝在说 我会赐给你们能力成为我的建造 让我告诉你们 我们应该怎样改变我们的心态 关于分享福音和培养门徒的 这整个的想法 好 看这照片 这只具有象征性 OK 让我告诉你们这个故事 我们应该怎样改变我们的心态 关于分享福音和培养门徒 这不应是一件苦差 这是一个使命 但这也是一种特权 现在 到今年少月份 我妻子和我已经结婚 34年了 但30多年前 当我们结婚时 我们没有给他 我没有给他订婚戒指 我那时买不起 OK 于是 你们有些人是否要摇头叹息 各位请原谅我 这是在信基督之前 OK 所以我没有给他婚戒 在去年 在我们去年12月的33周年 纪念日 不知道怎么的 他记起了过去 他没有抱怨 但是既然你们知道 我主持过一些婚礼 你会听到订婚婚戒 这种事情 他有点畅王 因为我以前 没有给他一个婚戒 于是去年12月 大约在我们的33周年庆时 我做了什么呢 我偷偷地溜出去 买了一个婚戒 因为永远也不晚 等等等等 心留着 还有别的呢 于是我出去买了一个婚戒 现在偷偷告诉你妈 其实价值只是绝大数捆钱的领头 OK不要紧 因为在CCF的员工派对 员工圣诞派对中 当着所有员工的面 我走上前去 单膝跪下 我把戒指给了他 看到了吧 现在你们可以鼓掌了 但是我想说的要点是 我妻子是非常感性的 她每天都戴着这戒指 每一天都戴着 但是我妻子是非常谨慎的 她不想炫耀 哦 看哪 但是 但当他正跟某人说话时 光线照到 我想说那是 算是 当光线照到这东西上 然后出现了光芒 出现了闪耀 有人说 哦 这戒指真不错 这就对了 你们可以 你们知道 你们可以确信 他会讲这故事 各位 你我是世上的光 当人们见到这光时 当我们在世上 为耶稣过卓越的人生 当人们见到这光 这会给你我一个机会 去讲那个 关于耶稣的精彩故事 这是为什么我们是世界的光 这是世上的言 并且因着圣灵的能力 我们将会成为 他的什么 见证 我喜爱David Platt 所说的 关于戴门徒 他是这样说的 David Platt 是一位牧师作家和演说家 他请听他说的 我真的相信 我们应该留意 听这个 说到底 为什么耶稣的门徒 要培养 耶稣的门徒 答案肯定 不是我们被迫如此 也不是受负罪感驱使 去这样做 清晰而简单的驱动因素是 一个门徒热切的期望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耶稣 当我们的几可已经被上帝在基督里的无限的良善 伟大 恩典 怜悯 荣美 力量和充足 做满足时 我们可以兴奋的热切的告诉所有即可的人 他们在哪里可以得满足 培养 培养耶稣的门徒是 因着我们成为了耶稣门徒的这种喜悦 洋徒的这种喜悦 所是永远都在所行之先 我们今天信息是什么 还记得吗 靠着他的大能 做他的见证 我们来看最后一点 计划 耶稣说 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我再说一次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基督徒要去到全球各地 有些人可能会去你们为此祷告 但确定无疑的是 不管我们现在身处何处 我们的耶路撒冷 以后我们会更多的听到上帝在做什么 就像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但是不管你现在身处何处 你和我要成为他的见证人 因着圣灵的大能做盐 做光 有一种方式很清楚 是你我需要去行的 哥林多前书 十章三十一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当我们为耶稣过主耶的生活 并获得人们信任和尊重 他们看到这光耀 看到这光芒 这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 去谈起我们的救主 就几个例子 我们有一位牧师是 菲律宾一家大公司的高管 他声誉卓著 即使他已经离开了那家公司全职工作 在CCF服饰 即便是现在在那企业里面交到圣经的门 仍然为他敞开 即使此时刻我们正在听到 他正在启动一个新的小组 我们另外有一位成员 离开他的IT企业来加入CCF 但是他在那里的声誉 他的见证如此卓越 因此那里的门 人就为他敞开 他可以回去 每周花几个小时 启动一个新的小组 不管我们做什么都要为着荣耀上帝而行 年轻人 那些举起手的人 当我说你们有多少人不到34岁 特别是十多岁的少男少女们 你们知道 有这么多年轻的CCF成员们 通过他们自己的见证 已经赢得了他们家人来信耶稣 为什么 一个原因是他们为这家人祈祷 他们很常祷告 第二他们向自己的家人分享福音 但是第三个原因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他们的见证 他们顺服自己的父母 他们成为了很好的姊妹或弟兄 他们努力学习 你们知道 他们没有自己的小世界 当他们的父母告诉他们 我们吃饭吧 他们就下来 他们不用敲门说 这房间里还有活着的人吗 就像有一位年轻的女士 他来信了耶稣 然后他的父母 他在他家唯一的基督徒 后来他父母说 你的这男朋友 我们不太赞成 你不应该让他做你的男朋友 你们知道他的父母很吃惊 他们年轻的女儿断绝了这关系 没有提出什么问题 他父母的下巴都掉下来了 我们的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完全成了一个全新的人 最终他邀请他的家人来到了CCF 长话短说 整个家庭都信了耶稣 就是这个意思 做炎 做光 靠着上帝圣灵的大脑 成为他的见证 各位 这一切归结为一点 我们所称为的 本地教会的重要性 本地教会的重要性 为什么 本地教会如此重要 我只给你们讲几个原因 为什么 你知道当上帝子民 普通人做了了不起的事情 通过他的大脑 这都要落实到本地的教会 为什么 这很重要的 第三个原因 第一 这是上帝设立在这地上 属灵的家 人们在这里 增进他们同耶稣 及彼此之间的关系 人们也到这里 出使耶稣 这种事在这里 这个地方发生了很多 但同时 这也是一个盐瓶 他不是为了把盐 装在里面 这为什么他叫做摇瓶 其目的就是摇动盐里 把盐洒在正腐烂的 需要认识耶稣的世界之上 但本地教会 也需要认真地挑选 你必须非常谨慎地 选择你所属的本地教会 因为这实际上 就跟选择你的配偶 一样的重要 因为这不管这决定是对还是错 都会影响到你的余生 所以各位今天的信息是什么 靠着他的大能 做他的见证 为了让大家更多的了解 圣列在全国范围里 通过本地教会 做什么样的奇妙工作 让我们欢迎 CCF全国职堂运动的主席 Net 牧师我们来欢迎他 是的Net牧师当前是 CCF全国职堂运动的负责人 现在我们一直在学习的一件事情是 你们所称的深层目的 我们每个人都被上帝所呼召 被上帝所训练 不管我们是否知道 是否熟悉 但是我们在过去所有的经历 都只是上帝的训练场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执行 他对我们所定的旨意 你们需要记住另一件事是 当你谈论真正的信心 那是一种能够转化生命的信心 真正的经历耶稣 就是要经历生命的转变 现在我的朋友让我 我们所有的人 我们每个人 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故事要讲 我们每个人的故事 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地方 我乐意跟你们分享 我一生中所经历的三次十字路口的经历 你看我们所有的人 在我们的一生中 不管是在人生的早期 还是晚期 我们有人 我们经历过一些人 他们对我们的生命造成了这么大 这么显著的影响 急剧地改变了我们人生的轨迹 你们有这样的人吗 这人对你承受了如此重大的影响 改变了你人生的进程 天天早晨 我站在你们面前 不是因着我的能力 不是因着我是谁 而是因着三个人 三段十字路口的经历 是我所走过的 通过这几个人 使我的人生轨迹 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第一个对我造成重大影响的人 完全改变了我人生走向的 是我的父亲 您判我的父亲和我 没有良好的关系 他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我 实际上他不仅不喜欢我 我相信 甚至尽于憎恨 我的父亲恨我 为什么我说我父亲恨我 因为在我长大的过程中 他对我做过的事情 给我留下了鲜活的记忆 我大约五岁大的时候 他头一次叫上我 带我一起上市场 然后把我留在那里 他离开了我 但你们知道 他可能希望我 再也不能回家 这样他最终可以抛弃我 但问题是 我有猫的精神 我能够回家 OK 当我回家的时候 我发现我爸爸在读报纸 他从报纸上抬起头来 脸上有惊叉的表情 问了我一个最深奥的问题 是我从来没有被问过的 你怎么回家的 你怎么回家的 而我妈妈那么被动的一个人 只是看着我 我父亲为什么这么恨我呢 因为在我生的那年 他的生意失败了 全都失败了 一个接一个 出于各种原因都失败了 他怪我 他怪我 是他倒了大霉 是他从一个富有而骄傲的商人 变成了一个一贫如洗的傲慢的酒鬼 但是关于我爸爸有一件非常令人吃惊的事情 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人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成长的过程中 从五岁起 每个主日他都会把我们叫醒 叫醒我和我兄弟我妈妈 我每个礼拜天都会去教会 每个主日他都会认罪 每个主日他都会排队领圣餐 当我们到家后 或者他甚至会跟神父交谈 跟他们打招呼 亲吻他们的手 但只要我们一回到家里 他会拿上他那瓶 这瓶酒 米果酒 他会喝完那一整瓶 他会叫我进他的房间 把我放在进一个袋子里 把我变成海绵虫 这种十字路口的经历 当我大约七八岁的时候 当我观察我父亲时 我看见这两者之间的脱节 一个是在他的上帝面前的他 另一个是家里面的他 两者不相匹配 我开始质疑 当我注视着他时 我决定问这个问题 一个说爱我的上帝 怎么会允许我的父亲 每天都伤害我 只要他喝醉了就这样 我自己也在想 我跟我自己说 我不想敬拜一个软弱无力的神 因为那神不能保护我 在那交叉路口 我最终决定 既然我不想敬拜一个软弱的神 我相信上帝并不存在 于是开始了我的人生 让自己的心变硬 并发展出我自己的成就 让我跟你们分享 我年轻时都有哪些成就 当我十岁时被爱国青年党 这个党派招募为赛跑选手 在十二岁时 我成为KM的合法持枪会员 在十四岁时 我成为学生中的煽动者 在十七岁那年 我参与了组织 我所在城市规模最大的学生罢课 和抵制活动 涉及七所大学的约 一万五千名学生 持续了十五天 我曾经是个麻烦制造者 我在十岁时就接触社情的东西了 到十一岁时 我又喝酒 又吸烟 我知道我们从事内部所有的赌场窝点 我会偷盗 以便能够喂养我的罪恶 我的十三岁时就开始吸毒 我想做的事情 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 我人生的作用名很简单 我人生的作用名是这个 人们应该利用和操纵 来达到我个人的目的 我不会爱上任何一个人 因为这是我承受不起的弱点 信任别人 只是和蠢人懦夫和弱者 我所过的生活完全远离上帝 因为我不想跟我父亲的上帝 有任何关系 我不想跟这个在我小时候 不能保护我的上帝 有任何的关系 但是过这样的生活 让我如此的空虚 这么愤怒 我的暴力会突然出现 我会被最简单的事情激怒 那是因着我的空虚 我不是从别人会为我做的事 而寻找我的尊荣 而是通过伤害人 而寻找尊荣 因为我知道当别人祈求我饶过他们 然后我就对那些人有了掌控权 那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 那是第一次 那是我的父亲 我人生中第二次十字路口的经历 发生在1992年 我在Rio Tuba涅矿工作 那是在巴拉旺的一家矿业公司 我有了妻子 我女儿大约一岁半大 我的女儿得了瘧疾 这瘧疾如此严重 她在尿血 她得了黑水热 企业的医生告诉我们 她必须被空运至玛尼拉 才能获救 但是我没有办法空运她 那是我人生中的最低点 我感到我会失去这个宝贵的孩子 宝贝的孩子是我爱的某个人 那个时间点也临近我的第二个十字路口的经历 一位牧师 我妻子的一个公友的父亲 来到我家 鼓励我们 跟我们谈话 现在要记得 在那时我仍然是一个无神论者 但是我非常沮丧 当他问我这个问题 在分享完这些事情 跟他一起哭时 当他问我这个问题 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 作为你的主和救主 我的回答很简单 是这样的 如果你的耶稣 可以救我的女儿 我就会接受她 由她接下来告诉我 那么你愿意跟我一起祷告 以接受她吗 我说 如果你的耶稣 可以救我的女儿 我就会跟你一起祷告 我跟她一起做了祷告 我们做了得救的祷告 那天晚上就发生了两件事情 我感受到了我过去 从未经历过的平安 我感受到那怒气离开了我 我感觉到 有人正在拥抱我 那是一种我过去那么多年 都无法找到的平静 我开始经历 耶稣的爱 完全因为一个 我之前从来不认识的人 主动来到我家 跟我分享福音 那天晚上的第二个神迹 发生在我女儿身上 后来在那个晚上 她呕吐出来 她本来在发烧 她开始呕吐出一些又黑又黏的痰 两周以来 第一次她真的睡得像个婴儿 没有发烧 没有搅扰 第二天 她就去外边玩了 没有发烧 没有瘧疾的症状 她身上没有任何的症状了 我的朋友们 那是我的转折点 那是我最大的悠行掉头 我之所以有这悠行掉头 是因为有人花时间 主动来到我家 跟我分享福音 我的热情就是从那里来的 我对于职堂有非常大的热情 因为我相信在那里 根据我的经历 有这么多人 数以千计数百万像net这样的人 生命空虚 时常发怒 操纵人 在各种无关紧要的事情中 找寻意义却了无所获 但是他们在空隙之中 却不知道要转向哪里 依靠谁 职堂就是将教会 将基督身体 带到人们所在的地方 你们看上帝遇见我 是在当时我所在的地方 那时我不认识他 上帝没有指望我 接着祷告来到他面前 上帝采取主动透过一个人 到我所在的地方 遇见我 在外面有数百万的人 就像那时候的我一样 是时候了 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 作为耶稣的家人 在他们所在之处 去迎接他们 那是我们的职责 那是我们的义务 我要说那是我们的义务 将基督的身体 带到他们所在的地方 我的朋友 这就是为什么全国职堂运动 会存在 我们想要每个人 不管我们去哪里 都能经历耶稣的爱 在他们的困境中 遇见他们 让他们明白 在他们生命当中 耶稣是谁 我经历了 我爱我的上帝 我爱耶稣 因为他存在CCF的意向 所以要看到 数以百万计的 耶稣的跟随者 参加小组聚会 并转化生命 家庭 社群 国家 通过职堂 我们注重 并帮助他们转化 带我们进入这意向 转化 各个国家中的社群 全然为着上帝的荣耀 CCF有这样一个意向 称为意向2020 意向2020 具体来说是什么呢 我们都来看这视频 意向2020 总的全国意向 一百间城市教会 两万个小组 二十万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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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CCF34周年 庆祝圣灵的姓氏 是不是很精彩 我们知道 我们的意向是教会 作为基督身体 到2020年 我们要将教会扩展到100座城市 今年我们要新开十个分堂 我们要开十个新的分堂 让我们来给上帝献上拍掌 现在我想要问你们 如果你有朋友 或者亲戚生活在这些城市当中 你可以兴奋地通知他们 我们要在他们的城市中 启动一个CCF分会 我们想要让人在基督里 更加靠近主 我们想要带人更加靠近上帝 通过去到他们所在之地 我提过有三个人 对我的生命造成的重大影响 让我跟你们分享我的第三个故事 当我们回到玛丽拉 是在90年代晚期 但是我们决定参加CCF 这是我们第一间真正的家庭教会 源于一种传统的信念 我如此的渴望加入一个小组 那时他们称之为细胞小组 那时我是一家跨国连锁酒店的人力资源总监 我填了一个表 我说我想要加入一个细胞小组 希望这小组都是像我这样的人 所以我说我想要这样一个小组 讲英语小组成员都是副总裁高管 这样我可以和他们交流 上帝给了我们一位完美的门讯师 他赐给我这位完美的门讯师 他给我带来一位在中学二年级就退学的 CCF司机 我不是在开玩笑 我的第一位门讯师跟我这样的人 打向静庭 起初我真的不明白 我说主啊 如果可以我要求派别人来 但是主给我派了这个家伙 但是这个人在我人生的这个关口 再一次促使我进入另一个方向 你们看到 我们的生命完全不同 我们的背景完全不同 OK 他在中学二年级就退学了 我有MBA的学历 他是CCF的司机 我是一家跨国连锁酒店的亚洲区总监 他骑三轮车 我开很好的车 他讲飞语 我喜欢英语 OK 但有一件事让我看到 为什么上帝把他派给我 他如此的爱主 我当时正在寻求更深的认识主 这种关系我觉得很好 是我们的主所设计的 我所学到的是 上帝会通过任何方式 使用任何 处于任何层次的任何人 来影响我们的生命 上帝并不注重人的职位 财富 地位 他是一位注重人心的上帝 注重人心的上帝 上帝对我的表现 或者你的表现 你的能力 或者我的能力 没有兴趣 上帝感兴趣的是我们的忠心 跟他的亲密关系 这样他能够借着我们的忠心 通过我们来行事 从而荣耀他自己 这个人打开了我的眼睛 让我明白了真实 门讯的内涵 这不关乎共同的利益或兴趣 不是跟社会地位 与我相同的人在一起 这完全是关乎生命 影响生命 帮助人在灵城路上 成长 没有那个人 我今天就不会站在你们面前 你们看 我的朋友们 这三个人 如果我们看这过程 他们让我的人生方向 完全发生转变 当我接受耶稣成为我的主和救主 我全心祷告 不要让我父亲得救 我祈祷 我的祷告很简单 在我成为基督徒头三个月内 我的祷告是这样的 也许这也是你的祷告 嘿 注意听 我是这样祷告的 如果你是这样祷告 你最后会怎回改 OK 我的祷告是 主啊 你已经接受了我 你让我成为了你的孩子 我知道我会去到天堂 我知道我会去到你的天堂 主啊 请不要打罚任何人 去跟我的父亲 分享福音 你已经接受我进入天堂 我祈祷 你送他去地狱 我向主 说明原因 好像他不知道似的 我说主啊 只要想一想 我死了 我就去天堂 有人跟我爸爸分享的福音 他也去了天堂 我住在我自己的豪宅里面 他住在他自己的豪宅里面 很有可能在同一条大街上 跟我只客了三栋房子 我可能走出我的房子 走在你的黄金大街上 他也可能走出他的房子 走在这个黄金街上 我们在路上会相遇 我们会争吵 我们会吵架 这会很尴尬的 所以主啊 请避免任何的尴尬 只把我留下 送他去地狱吧 但是猜猜发生了什么 我跟你们讲过 上帝怎样 使我的人生 发生转向 上帝有很奇妙的幽默感 在我父亲去世前一个月 我跟他分享了福音 我请求他的饶恕 是我发起的主动 因为我知道上帝爱他 跟爱我一样多 我接着告诉他 跟他坐在一起 在餐桌旁 我告诉他 我很抱歉 因为我不尊重你 我为了过去三十年 而感到抱歉 我对你怀恨在心 而实际上 你是上帝赐予我的父亲 我的爸爸看着我说 Net 我很抱歉 我很抱歉 为我给你带来的一切痛苦 这些都存在我的心里 我们就像戏里所演的那样 OK 我们彼此拥抱 我带他做了认罪 并归信主的祷告 一个月后他去世了 我的朋友们 有两件事情 对我而言很重要 一是直堂 第二是意识到 如果有人 在我年轻时跟我 分享福音 当我年轻时 如果有人足够关心我 跟我分享福音 如果有人在我的那些 痛苦时刻当中 在我质疑上帝的时候 如果有人来跟我分享福音 我就不至于浪费 这么多年时间 伤害别人 我会过着更加有果效的人生 所以我的第二项热情所在 我的朋友们 是年轻人 下一代 你们看 我在海底时代和青年阶段 经历了个苦痛 那是我背离主 他们的生活 现在年轻人 他们生活比我那时候的生活 更加复杂 对上帝需要更加深入了 对自尊的需求更大了 我们的孩子 在他们的小玩意中 找寻意义 他们在社交媒体中 找寻意义 这是我们应该 我的兄弟姐妹们 这是我们应该介入的地方 我们必须予以支持 我的热情就是 支持我们的青年运动 我们有Elevate 我们有了领袖 青年男女 他们如此投入地 去引导他们的同龄人 但是这些孩子 他们需要我们 他们需要哥哥和姐姐 他们需要能够引导他们的人 我的朋友们 现在Elevate 已经进入了262所学校 他们已经进入262所学校 包括大学和中学 Elevate的另一个分支 我们称之为 拯救青年Elevate 拯救青年Elevate 是CCF的一个 非盈利性的青年组织 主要面向高中生和大学生 是为了拯救孩子 拯救年轻人 脱离他们的至暗时刻 带他们进入门徒关系 最终让他们经过门训后 也成为门训师 这正在影响学校 正在触动人的生命 正针对学校中 最普遍的罪恶 滥用毒品 性上的不道德 网瘾 色情 抑郁 酗酒 自杀 你们看 我的朋友们 我们的孩子很多陷入其中 他们的生命变得黑暗 他们需要我们 他们需要我们 将他们拯救出来 如果我经历过这些艰难 如果我经历过这些成就 当我年轻的时候 你们能够想象吗 孩子们 他们在经历什么 对吧 拯救青年的意象是 看到这样一个运动 数以百万计的 主耶稣的跟随者 分小组聚会 转化生命 家庭 社区 国家 全然为着上帝的荣耀 现在让我跟你们分享 为什么拯救青年 如此的精彩 拯救青年 实际上得到了认可 跟国家青年委员会 教育部 全国青年立法者运动 建立了合作 这已经成为 SK青年会的一个主要项目 拯救青年项目的其余部分 旨在接触 青年 我们也通过教育部获准 进入全部 一万八千所学校 菲律宾全国的公立学校 这项目就是如此精彩 我们跟这个政府部门 签署了协议 我们开始做 我们已经开展培训 培训CCF的志愿者 你们看 这是一个以CCF教会为基础的项目 我们当前在29所学校中运行 我们希望靠着上帝的恩典 今年 单单今年 2018年 我们能够有至少 500个小组 他们成为朋友关怀小组 朋友关怀小组 那会触及大约 5000人的生命 5000个孩子 之中我们祈祷 我们今年能够触到 我们目标中的全部 72所学校 能够接触他们 带出至少1000个小组 我的朋友们 我站在你们面前 是因为有人采取主动 在我面前做见证 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个人 跟我在一起 是因为有人采取主动 跟你们每个人分享福音 有人足够爱你 来跟你分享 耶稣的美好信息 我的问题是 如果有人足够关心你 我们是否也应该足够关心他人 我们难道不应该将救恩的福音 也带给我们的朋友吗 这里每一个座位 是特地为你 不认识主的家人 而预留的 拯救青年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 它真的发挥了作用 真的对人产生的影响 不仅影响了学生 也影响了整个社群 我们来看这视频 当我进入六年级 那是我接触到色情的东西 当我进入初中时 我对我的性向 感到困惑 我成为了双性恋者 我是那种女生 加入一些众手周知 有快影响的团体 我也受到快影响去观看盈亏色情 我十六岁时就有了男朋友 我们做了在我们那个年纪 不该做的事情 我在我男朋友那里找到了 我从我父亲那里 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爱与关怀 当我们学校向拯救青年敞开大门 我正是通过这条图形认识上的 因着他的见证 我那时正上九年级 拯救青年组的某个人来了 那时我听了他的见证 他引起了我的共鸣 因为在年轻时 他已经失去了父亲 尽管我仍然有父亲 但是我在生命中 从来没有感受到他的陪伴 当我得知拯救青年项目 正在我们学校中启动 并且我要来管理这个项目 我觉得这个任务会比较繁重 我觉得拯救青年项目 会给我带来压力 不感到吃惊 当我男朋友告诉我 他希望我们先分开 为了要侍奉主 他意识到我们在做 这么多不好的事情 上帝不喜悦的事情 所以他想要终止我们的关系 我说主啊 你为什么把这个拿走 你为什么把我男朋友拿走 他是我唯一可以依靠的人 那时候我想到了自杀 因为我没有谁可以投奔 因为我不能跟我父母说 那天我捡到了圣经 当我打开圣经 我在约翰一书中当中 读到上帝的爱 他赐下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 我怎么敢尝试自杀呢 原因仅仅是因为 我受到了伤害 我没有想到耶稣基督为我而死 为我的罪付上代价 我获邀参加ELEVATE 我就是这样第一次遇见的上帝 我以前唯一注重的就是这项目 因为这项目必须得到实施 到了这个时间点 我也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那时我正想找个人来跟我交谈 那时我们在学校里建立了拯救青年团契 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自己会被拯救青年项目所拯救 我不再总是生别人的气了 我也避免了去看色情的东西 就我的信价而言 当主想要修平某个人的路 他就会如此行 我已经回转了 我看到了我自己所发生的变化 我不再骂人 我现在害怕犯任何罪 我心里想 如果我爱某人 我不想做任何会伤害那人的事 如果我会伤害上帝 我为什么要做这事呢 CF团队感到我正在经历某件事情 因为他们问我 你是也许你想要加入我们 在那里我遇见我们的小组 Tina姊妹 太阳主引荐给我 在ELEVATE这里 我真的能看到他们有服侍的热情 他们有分享福音的热情 这正是我受到鼓励的地方 上帝总是与我同在 我正在与上帝同行 我不应该切瑜分享福音 现在我在带15个学生做门徒 我已经见到他们的生命 发生了很多改变 比如他们在上帝面前的灵修时间 我的心火热渴望分享福音 因为有这么多年轻人需要听到这个福音 我想起了过去的自己 我以前不知道这个 我不认识上帝 或者跟上帝没有个人的关系 在生命中没有任何方向 这是为什么我觉得青年们在他们生命中需要上帝 当我去到CCF 我在他们中间看到一个家庭 在那里我告诉Tina姊妹 这不正是我正找寻的答案吗 在那里我学到了如何灵修 我学到如何读圣经 渐渐地我感受到了上帝的灵在 我以前唯一注重的就是来学校教书 通过拯救青年 我看到我们的学生正在经历很多事情 他们需要能够交谈的人 能够跟他们谈他们所遇到的问题 他们需要关心他们的人 当我门讯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我的同学 无论是在得胜中 还是在试炼中 我知道耶稣是信使的 他正在与我同在 主与你同在 不要切瘀分享 你对他的爱的经历 他与你同在 要将他分享给同样需要救助的青年 因为上帝是信使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忠心 我的朋友们 我们所拯救的每个孩子 我们都使他们成为光 这样他们周围的人会瞥见 耶稣是谁 当他们开始瞥见耶稣是谁 在我们每个人的破碎当中 他们就会有一种意愿去爱耶稣 我们所需要做的事 采取主动 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成为光 在这个索然无味的世界中成为炎 你有这能力 上帝已经将圣灵赐给我们 我们有这能力 我们可以做见证 你我被呼召成为 炎和光 不仅是在我们的世代 也要在下一代中 所以我今天下午给你们挑战是这个 你是否愿意接受这挑战 做炎做光 去影响下一代 非常感谢你们 愿上帝祝福你们所有的人 我想请Peter Tanchi博士 上来给我们一个挑战 在我们临近结束时 我能够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已经听到这全部的信息 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想一想 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 你就不会做这事 根据Ricky牧师所分享的 Net和上周的信息 让我来做一个快速的回顾 我们正在做之事的原因 根据耶稣据我们的主 让我们来这样总结 为什么我们正在做的事 根据耶稣 你们是世上的炎 你们是世上的光 还记得吗 根据耶稣 从语法上来说 耶稣所讲的 你你自己 是世上的炎 让我来重复 从语法上来说 耶稣在说你 你自己 重点在第一个词上 你 所以 如果世界在腐烂 如果一块肉在腐烂 如果一条鱼在腐臭 你不要怪肉 你不要怪鱼 你要问 炎在哪里 如果这地方黑暗 你不要咒诅 这黑暗 你要问 光在哪里 如果这个国家 在走下坡路 不要怪国家 不要怪政客 你要问你自己 炎在哪里 光在哪里 我的答案是什么 你 你自己就是 世上的炎和光 然后耶稣 在他上天之前 进一步说 看看他最后留下的信息 Wiki分享的这个信息 大家读 但圣灵将来到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换句话说 没有借口 耶稣在说 我要赐给你们能力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 当你想到能力 你就想到红海分开 你就想到人从死里复活 这都完全没有什么错 超自然的意志 但请听 还有一种能力 改变人心的 神奇的能力 比如像Net这样的人 像我自己的心 像你自己的心 你是否相信 我们需要超自然的能力 去改变人心 你不能改变人心 但是耶稣能 所以耶稣在说 你会获得什么 能力我的朋友 能力 要改变人 就需要从上帝 而来的超自然能力 你们要做我的见证 注意耶稣所说的 你们不会做我的律师 你们要做我的见证 我为Ricky Moos所讲的 而赞美上帝 你们知道对于 正能的要求是什么 第一 自己了解 如果你自己不了解 你就不能做见证 你不能成为耶稣的见证 如果你个人还没有遇见耶稣 现在你们有些人在这里 也许你没有在做见证的原因 是因为你有的只是宗教 你不要为宗教做见证 你要为耶稣做见证 成为见证的另一个重要标准 可信度 你得是可信的 这就为什么 耶稣说言和光 如果你的生活 与你所说的不相符 你的见证就没有可信度 第三 你必须愿意花时间 Ricky怎么说 你必须愿意 有些人太忙了 只有为什么我很有热情 就像他一样 我对青年很有热情 我们将我们的资源拿出 你们知道政府已经授权 我们可以去菲律宾所有的中学 你们知道这一点吗 赞美上帝 我们在想 如果有16到17个校园 我要在每个校园部署一个工人 你要给年轻人最低工资 比如一万五千比锁 你知道我们需要多少资金 算一下 一万五千比锁 一个工人 乘以一万 朋友们那是很多钱 但为什么我们才接受这挑战 我相信 那是上帝在CCF中 并通过CCF做工 在基督整个身体中 并通过这身体来做工 我们已经倡议菲律宾所有的教会要合作 上帝是不是很奇妙 并且我的朋友 这至关重要 我们为什么要做他的见证 我来跟你们分享这些上下文 这至关重要 你们知道为什么这至关重要 如果你读之前的经文 耶稣在说 各位让我们以这种认识来结束 他受害之后 用许多评句 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 世事天之久 向他们显现 讲说神国的事 这至关重要 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 这事件如此重要 因为耶稣在说 这是至关重要 是改变生命的 看这里 用许多的评句 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 世事天之久 向他们显现 人们不认识耶稣 他们不敬拜耶稣的原因 他们觉得他只是个凡人 我的朋友 耶稣死了 又复活了 他在讲什么 一个话题 很奇妙 一个重要的话题 四十天之久 向他们显现 讲说神国的事 上帝的国是真实的 我的朋友 这是为什么他至关重要 我严肃认真的对待他 因为上帝的国是真实的 有一天 他要接管整个世界 你们准备好了吗 你们知道吗 门徒们在问 什么时候有这事呢 想象一下他们在讨论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 就在这时候吗 因为以色列国是即将显现的 上帝国度的一部分 你们知道耶稣说什么 不要浪费你们的时间 父母的这些权柄 锁定的日期时候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不要忧虑 他什么时候再来 应该关心的是这个 各位一起 你们必得着能力 当圣灵将领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要做我的见证 我现在能否请所有参加Elevate 参与到HUB项目中的人 请上到这里来 各位请跟我一起读 我们被呼召不是为了拯救世界 我们被呼召是要带来改变 我们不能做所有的事 但我们可以做一些事 我们所能做的是 我们应该去做的 这就是做眼做光的全部含义 我要问所有的HUB 各地区中心的牧师们 这些是各地区的主任牧师们 要记住我们现在约有70个分堂 下个主任你们会听到 上帝在CCF并通过CCF在全世界做什么 我们会讨论我们的外事活动 这会吓到你 CCF现在怎么变不世界了 从中东到澳大利亚 到北美到澳洲 然后再下一个主日 我们的周年庆 在我们周年庆上 我会讲一篇简单的道 我希望你们现在就开始祷告 你要带谁来 在周年庆期间 侍奉总能改变生命 阿曼 我们有很多人是在周年庆 侍奉期间来认识主的 因为有人关心你 现在Eddie牧师负责北部 旅宋地区 如果上帝想要你去那里服侍 你要联系谁 这个人 像这个军朗的男人 Albert 他在都市圈西部 都市圈东部 太阳升起的地方 Danny Agrico 还有Vick Krism 个先生 负责马丽拉都市区 当然还有前任的巴豆将军 但他现在好多了 他是Net Grichitko 负责全国的职堂工作 上帝好不好 这些男人很关键 我为了他们感谢上帝 我们彼此认识 你们不会相信 已经很多很多年了 我赞美上帝 为了参与校园服侍 和Elevate的人 现在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我希望我们今天为他们祷告 你们愿意吗 然后我想问 让你问你自己 我如何能参与进来 特别是参与到青年事工中来 在菲律宾 52%的人 全部人口在25岁以下 52% 菲律宾人平均年龄是25岁 23岁 平均年龄 平均年龄 就像我们有些人 23岁 因为吃惊的是 90%人信耶稣 全世界人都这样 90%人信耶稣 是在他们达到20岁之前 所以朋友们 我对年轻人有负担 他们需要你 但对我而言 这是一种荣幸 据耶稣讲 你们将做我的建筑 这是一种荣幸 各位 所以你们要下去参观这展位 我们在要求人们每周 拿出半天时间 如果你可以至少半天时间 通过各种交通工具 就到每一所校园 我们会培训你 如果你不能去 你可以自愿提供资金 也许两三个门徒小组 可以资助一名工人 我们需要几千位工人 上千万的资金 但你们知道吗 上帝会做这事 CCF从来都不缺少资金 如果我们以上帝的方式来行事 阿们 我们都站起来为这些人祷告 在天上的父神 我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为了我们的Hub 各地的中心的领袖 我们各地的牧师们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已经感动了他们的生命 不仅如此 你让他们为事工 献出他们的全部时间和精力 我们感谢你 为了我们的青年领袖们 青年事工的工人们 主啊 还有几百位校园宣教士 主耶稣 我为了这些年轻人感谢你 他们对呼召做出了回应 我祈祷你能来向这里的每个人说话 让我们不要为我们自己来过 我们基督徒人生 用明白你的旨意 你呼召我们做盐做光 你命令我们要做你的见证 你没有给我们借口 因着你透过我们里面的圣灵 来运行 所以赴神 现在这是我们集体的祷告 因为使用CCF 集体所有的地区中心Hub 所有的分堂 这国家中所有的基督徒社群 不管他们属于什么教派 我们所有的人都会一起协作 帮助青年人来认识你 并且生命得到转化 这个国家就永远不再一样 主啊 我为菲律宾而祷告 我祈祷菲律宾能够真的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国家 不只是在民意上 而是在实际当中 赐给我们机会 就是你已经赐给我们的 赐给我们人力与资源来做你的功 我们现在为总统和内阁成员来祷告 感谢你为了他愿意让我们成为转化社会的合作伙伴 我们现在把这一整天交托给你 特别是你已经向其讲话的人 愿他们不要向你说不 愿他们积极的回应 我们所有人祈祷都是奉耶稣之名 阿们 阿们 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个人